嗨,大家好,我是小胤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音乐播放器 但是听歌的人都懂 由于版权的问题 喜欢听的歌曲一会儿要去这个播放器上找 一会儿又要去那个播放器上听 很多歌曲还都需要付费 下面我要给大家分享两款超火且完全免费开源的音乐播放器 Nason One和洛雪 这两款听歌软件不但没有广告 才能免费唱听和下载全网音乐 这个是Nason One 这个是洛雪播放器 我们在Lason One上搜索一首需要付费的歌曲 点击 可以正常播放 在洛雪上搜索 点击播放 同样可以免费唱听 下面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两款软件 看看哪款更适合你 首先我们给电脑安装一个Nason One播放器 在浏览器中输入Nason One 这个是官网地址 Nason One支持全平台 包括火狐 爱姐 谷歌 这三大浏览器的插件板安装 还支持安卓 Windows Micro Linux 和Windows系统免安装版本 我的电脑是Windows系统 点击下载Windows桌面板安装包 这就已经在下载了 下载完成后 直接双击刚刚下载的EXE文件进行安装 点击是 选择程序安装的位置 然后点击安装即可完成安装 这个是Nason One的快捷入口 双击打开程序 这个就是Nason One的主界面 如果你经常在浏览器中听歌 也可以安装插件板呗 还是在Nason One的官网 点击下载谷歌插件板 这个是谷歌浏览器的插件安装包 把文件进行解压 然后打开谷歌浏览器 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找到扩展程序 点击管理扩展程序 打开右上角 开发者模式 点击加载已解压的扩展程序 选择刚刚解压的文件夹 OK 安装成功 如果你在电脑中把这个解压后的文件夹删除 插件也会同时被卸载 安装成功后 点击浏览器地址栏后的扩展程序图标 点击Nason One 就能在网页中使用 Nason One的插件板和桌面安装板的界面是一样的 不过桌面板音量调整后面有显示歌词 插件板没有 在搜索框中输入想听的歌名 点击所有音乐 这个就是从所有音乐软件整合过来的音乐资源 也可以分别到指定软件去找 点击如果无法播放 可以点击右上角设置 在自动切换源这里 把所有播放源都选择上 我们再回来播放试试 可以正常播放了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 点击播放进度条后面的加号文件图标 首次使用需要先创建一个歌单 创建好后 这首歌就添加到了创建的歌单中 点击播放列表后面的加号文件图标 选择歌单 也可以把喜欢的音乐加入到指定的歌单中 点击播放列表后的链接 可以直接打开音乐源平台 如此之外 你还可以把其他平台的歌单 添加到Lensin1中 这是我收藏的音乐 复制网页地址 回到Lensin1 点击创建歌单 把链接暂贴到输入框中 点击确认 然后再点击添加到我的歌单 就能把收藏的音乐导入进来 还是在音乐列表中 在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 检查 点击网络 点击播放音乐 找到右边列表中的media类型 点击鼠标右键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点击播放进度条后面的三个点 选择下载 就可以把这首歌下载到本地 Lensin1在整合方面做得非常全面 你想听的音乐 在这上面都能找到 但是使用下来 我发现还是有一些歌员无法播放 我们在Lensin1中 找一位知名歌手的音乐 点击播放 无法播放 在落雪中搜索 同一首歌 点击播放 是可以正常播放的 接下来 我将给大家详细介绍 落雪播放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在浏览器中输入落雪 这个是落雪的官网地址 这个是落雪电脑桌面板 在Github上的下载地址 这个是手机端的 点击 点击 落雪也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音乐播放器 桌面板在Github就拥有了4.5万颗星 往下拉 找到Releases 点击最新版2.9.0 再往下拉 这里是落雪支持的所有电脑端操作系统的安装包 这两个是苹果系统的安装包 ARM架构选择这个 下面这个适用于英特尔架构 这是Win7系统的安装包 这个是安装板 这两个是64位和32位操作系统的绿色免安装板 直接解压运行就能使用 这个是Windows64位系统的绿色版和安装板 这些适用于Linux 分别针对不同的版本 这个是通用的安装包 兼容多个Linux发行版 我的电脑是Windows的 点击下载 这就在下载了 这个是刚刚下载的安装包 选择文件 点击鼠标右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点击试进行安装 点击同意 下一步 选择程序安装的位置 点击安装 安装成功后 桌面出现了落雪的快捷入口 点击完成 这个是落雪音乐的主界面 点击设置 在基本设置中往下拉 把系统语言修改成中文 这里整合了五大厂的音源 如果你看不懂 可以点击设置 在基本设置中往下拉 把音源名字切换成原名 这样就比较直观了 刚安装完 默认没有任何歌曲 点击内置歌单 我们来播放一首音乐 提示换源失败 这是因为某些原因 落雪在R.6.0版本后 就移除了所有内置源 之前的版本内的源也已失效 因此 现在落雪还不能正常播放音乐 我们需要去寻找可以使用的音乐源 我一般喜欢直接去GitHub上找 还是从官网跳到落雪在GitHub上的项目位置 然后点击问题社区 在问题描述框内输入音源 或者直接输入我们遇到的问题 换源失败 这个和我们的提示是一样的 点击进去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音频源 下面这些也都是 接下来 我们把音频源添加到落雪中 固置音频源链接 然后在落雪中点击设置 找到音乐来源 点击自定义源管理 选择在线导入 把复制的链接粘贴进来 然后点击导入 这样就导入成功啦 如果你找到的音源 是这种下载到本地的文件 那么就选择本地导入 然后选择下载的文件 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同时加入多个音源 如果一个音频源 不支持某首歌曲 它会自动切换其他音源 我们把下面这个也导入进来 其他操作也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刚刚导入的音乐源 如果你不需要某个源 直接点击删除即可 导入成功后 点击右上角关闭弹窗 选择使用的音乐源 初始化成功后就能使用了 我们重新回到歌单 还是这首歌 可以正常播放了 点击LRC 可以打开歌词 点击歌词后面的置顶 可以把歌词显示在桌面最上层 落选是支持无损音质播放的 点击设置 播放设置 把优先播放的音质切换成最高质量的无损音质 播放时会优先选择最高质量的音频源进行播放 右击播放列表 默认没有显示下载功能 打开设置 下载设置 把是否启用下载功能勾选上 再次右击播放列表 就可以直接把这首歌下载到本地 这里是歌曲的下载列表 最好是一手一手下载 不要同时下载多首歌曲 在下载设置中 可以更改歌曲下载后保存的路径 把自动换源下载勾选上 当无法从歌曲的原始源下载时 它会尝试切换到其他源 往下拉 把歌词下载勾选上 下载时会同步把歌词下载到本地 和Lensin1一样 落选也支持导入其他歌单 在歌单模块中 点击打开歌单 这里只支持导入五大厂的歌单来源 你导入的是哪个平台的 就要对应选择哪个平台 比如我这里选择的是小云音乐 那我就打开小云 找到我收藏的音乐 复制链接 然后回到落选 上贴 点击打开 其他平台的歌曲清单就被导入进来了 点击收藏 就能把歌单保存到收藏列表中 手机端也是一样的 因为篇幅原因 这里就不展开演示了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在落选官网 点击这个链接进行下载 以上就是两个播放器的详细介绍 NASY ONE覆盖的平台更广 也不需要寻找音源 在导入歌单方面体验更好 而落选 唱听歌曲几乎无限制 那么你更喜欢哪款播放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